作为新中国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一生节俭从不讲究穿戴 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 对自己却极为苛刻 那么毛主席的一生到底有多节俭呢 毛主席的节俭体现在各个方面 主席有一件睡衣从50年代就一直穿在身上 因为是棉布的睡衣 穿久了并开始泛黄 经常水洗后就磨得越来越薄 身边工作人员劝主席换一件 可一向勤俭的主席却舍不得换 1963年的一天 主席的生活卫士周福明照例去后勤处 领取洗好的衣服 工作人员焦急的对他说道 你看主席的睡衣都破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不知道给他换一身新的呢 周福明拿起一看不禁十分心疼 睡衣的手肘上全是洞 衣领和袖子也破破烂烂 可周福明也很无奈 每次他和主席说换一件 主席总是说再等等还能穿 后来周福明又去拿衣服 回来时再次对主席说 您这件睡衣的破洞越来越大了 给您换件新的吧 可主席依旧坚持到 现在换什么呀 国家正紧张着呢 我们要以身作则 我们少用一点 人民就多一点 这次睡衣就又没换成 之后这件睡衣便一直穿在主席的身上 缝缝补补又穿了好几年 直到1971年 这件睡衣到了轻轻一扯就碎的地步 主席才终于答应换一件新的 这件睡衣替换下来时 工作人员一查 整整73个补丁 对于毛主席来说 衣服只要是能用来预寒和遮羞就行 没必要那么讲究 因此他的大多数衣物 都是穿到不能再穿为止 唯独有一次出现了例外 1962年的一天 毛主席把短裤挂在了专车旁 之后便下到河里去游泳 游着游着便忘了时间 不一会专车司机走了过来 他像往常一样检查车辆 突然发现一旁晾晒着一块 满是补丁的旧布 司机想了想 以为是毛主席 让他用这块破布擦车 于是拿下来就卖力地将车擦得干干净净 当毛主席在河里游泪了 想要上岸 却发现自己的短裤不翼而飞了 主席心想可能是被大风刮走了 虽然觉得惋惜但也没太在意 不过这件事却引起了警卫员的警惕 第二天便前去案发现场调查 结果就看见专车司机正拿着主席的短裤在擦车 警卫员十分生气地说道 以好大的胆子竟然拿着主席的短裤当擦车布 害得他老人家担心了一晚上 司机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赶紧给主席赔罪 主席知道司机并不是故意的 也没有再追究 而司机之所以把短裤认作是旧布 也是因为主席太过节俭导致的 像这样的事情在主席身上比比皆是 早在延安时期主席因为只有一条棉裤 不得不趴在被窝办公 开国大典当天主席中山庄里 穿的也是露了好几个洞的毛衫 然而对自己如此抠门的主席 却把钱都花在了建设国家帮助老百姓上 如此节俭的主席又怎能不让人爱戴呢 这次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